回到原市五安報新聞 要繼續來看到 就在昨天下午 颱風風雨最強的時候 位在新北瑞芳的阿美家園 唯一連外道路發生土石崩落 導致居民來不及撤離 有五十多戶的居民受困 而目前現場的最新狀況 要連線給記者改造 改造請說 新的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新北瑞芳區的阿美家園 唯一連外道路上面 可以看到畫面上 是從昨天呢 這三頭颱風正式登陸台灣之後 夾帶了大量的雨水 是造成了瑞芳跟基隆地區 雨勢相當的大 也因此在昨天下午 在瑞芳區前往阿美家園 唯一道路 唯一的連外道路的邊坡 就發生了土石崩落的狀況 而根據現場的工作人員表示 這土石崩落的面積 有達到三百立方公尺 那我們可以通過畫面來看到 現在工作人員 還是在極力搶通 而道路上面是充滿著泥泥 以及倒塌的樹木 而今天一早來呢 其實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已經來到了現場來做視察 也是希望說 責成相關單位極力搶通 就是希望還給居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而裡面阿美家園的頭目呢 也表示索性這次土石崩落 沒有居民受傷 而頭目呢也表示過去阿美家園這邊呢 是都沒有發生土石流的狀況 這次也是讓大家措手不及 不過呢人是期盼道路能夠極快搶通 讓居民生活能夠恢復日常 而頭目也還說 因為這個狀況呢 其實也是有一兩天了 所以呢現在上面的民生 以及用水狀況 其實也是逐漸的浮出檯面 這個問題呢是有待解決 那什麼時候能夠搶通呢 根據公所還有市府沿商 其實從今天早上開始六點 就已經派員來清除沙石 不過呢居民的民生問題怎麼辦 居公所也說會全力協助 那還是要提醒民眾後 要多留意家園的狀況 那麼以上是記者 改造許家榮為你掌握到 阿美家園的最新颱風動態 將時間鏡頭交換彭內主播 好